由香港設計中心主辦的創意新一代展覽 會橫括7月、8月和9月 每個月都會展出不同主題的作品 7月份會集中在年輕一代的設計師的作品 這位環保卡通貓叫做顛當 用漫畫方式教大家如何廢物利用 顯微鏡除了可以放大影像 更會在感應到物體的大小而發出不同的聲音 古老的紡織機變成電子琴 跟隨手指擺動而發出紅亮節奏 7月的主題是A Better July 介紹香港年輕一代新媒體和插畫設計 以及它們在商業領域的成就 展覽由香港職業訓練局樂團的迷你演奏會拉開序幕 由香港設計中心舉行的 《創意新一代系列主題展覽》 其實是香港創意生態 相機生活創意活動的其中一個重要項目 同時是香港參與上海社博會的活動之一 《創意新一代》則著重推介香港新進設計師 為內地和香港以至國際一眾設計師提供交流平台 推動年輕力量向前邁進 另外香港設計中心舉行了一場研討會 找來六位香港新進設計師 和內地創意精英、上海設計學生 和年輕設計師等共做一堂 分享和交流設計創作心得 展覽位於上海盧灣區局門路 550號8號橋三旗 從7月21號至8月15號開放於公眾 有興趣人士記得不要錯過這麼好的機會了 想知道更多相關資料請瀏覽這個網址 香港參博工作小組 蕭利報導 稍後 北京 比較平衡 可以 從19